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弄这两首 然后再接下转 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爸他想让我学乐器 所以其实我两三岁就开始学钢琴了 但是他就是脾气很暴躁 大概到六七岁的时候 然后不太想学这个了 然后我爸他就是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要不然你就永远都不学了 要不然你就换一个乐器 然后小的时候就不懂你知道吧 就以为就是不知道那个乐器之间 它是相通的 它是搞民乐的嘛 然后我学一个西洋乐 就跟它没关系了 你知道练小的琴 其实他就是你不要站这边拉琴嘛 然后其实平时大家比如练习 你还是可以坐着练习的 然后当我家比较苛刻 我练差不多十年前 我都没有坐着练过琴 那个有一年冬天 然后接了一根琴弓子 那个时候已经坐好 就是他会打我的准备了 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打我 然后他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坐在的时候 我感觉他腿 你就看我的腿在抖 你知道吗 就其实是很害怕 我爸特别帮他去 北京当时宣武 有一个叫琉璃场的地儿 他就买了一根弓子 然后他回来就把那个弓扔床上了 他的那个反应是在一个 就是我的预期之外的 然后又绝了一根 就是这是我的人生极限了 然后他又买了一根 然后我就没办法又练了三四年 就我感觉自己那个劲儿 就生生被压没了 来 来 陷入疯狂 我觉得好像是第一次人这边吃到一点 是 其实我觉得新的还没有以前这个方式 全部都是一样的 上面那个指示灯 有问题的 其他的都还行 指示灯 好多多 我发现了一只蟑螂瓦吧 我们家的锅具做的都锅 但是我觉得最近真的一点都没弄 冰箱都刚刚画冻了 各种食材 虾瓣 然后做冯冬煮的 然后做咖喱的各种 我觉得我就是很习惯 自己掌控我自己的生活 如果是恋爱的状态 就是我希望对方也是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生活 跟心理关系对象住邻居是我 觉得最舒服的关系 就比如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我们需要约会的时候一起约会 但是上一的时候是一个物理的间隔 让我们真正的隔开的 我觉得那样会比较好 不是说不能够住在一起 而是说我觉得如果在一起生活之后 大家彼此没有退路了 我就有点难以接受 就是没有特别强烈的时候 我一定要找一个人跟我公布一份的生活 走 我这两年是觉得工作的时候没那么兴奋了 就以前是工作的时候特别兴奋 然后呢或者说创作的时候特兴奋 然后不做了的时候吧 就是受不了自己呆着 然后就又找点事干 但是这两年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兴奋 所以如果休息下来的话 就是能看书就看书 能看天眼就看天眼 就不会说我一定要这会干嘛 或者我一定要那会干嘛 就是纯粹就是休息 我有两个东西可以一直看 一个是别人跳广场舞 还有一个是喷泉 我看喷泉我也能能看半天 如果北京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骑车 就是骑车就是出去骑骑车 看看天儿什么的就觉得挺好喝茶 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 我三十岁的生活 我特别认真地考虑过 就是一个人如果一辈子一个人活着 这件事我能不能接受 我其实是真的想过的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 年轻的一些原因他没有成家 或者说他身体的原因没有成家 但是就这么活着呢 我觉得他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体验 其实是公平的 爱情其实是一种幸运 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 所以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就是人一辈子你总是要面临 一个人的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年轻人很幸运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老了你也得先面临 一个人先走 但是你如果前七十年 你都在一个幸福的生活中 但是你最后那十年 你可能就一直在痛苦的面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从总体来说的话 这些事它其实是平衡的 就是说最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和你走 其实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是不错的 像是独鸡 像是小鸡 但是你担心大肚 我这什么 我这什么 真不知道理解不了我们 为什么这么吃也行 因为太忙了 晚上根本没够吃饭 还有说去个就是他卖一个多小时 你到人家正好吃完饭给你开会 那我今天中午排练的时候 其实越熟大家都是到那点个麦当劳好像 就是为了有人家里吃好饭过来 马车哪通过胡同还是那么好 我但其实胡同还是晚上吃完 这我都是刻板印象 我住五条的时候我也特烦天天糊糊地走了 所以嘛 这就是这么一事 大碗不睡觉 非常大碗 花花板 这我都什么 你都经历过什么 对呀 我就是这花花板的呀 你也是在外头玩的时候 我发现这事儿都是扰民 没有 这跟小子说年轻的时候 都得在家谈起来的是一样的 对 长大发现了还是应该有一宫多事 不能那么讨厌 长大了发现还是应该有一宫多事 然后带家谈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还能立即是 练习人的 寻习人的 寻习人的 寻乱 我不是 可以 我不是 这是 语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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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